2021年10月24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 2.44082,000多 比上天多了367,000多 死亡方面多了5,700多個 到了4958,000多 最多新增確診地方就是 英國增加了44,900多個 死亡增加了130多人 俄羅斯增加了37,000多個 死亡增加了1070多人 土耳其增加了26,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00多人 美國增加了25,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400多人 烏克蘭增加了23,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480多人 印度增加了16,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559人 羅馬尼亞多了15,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400多人 巴西多了11,000多個 死亡多了200多人 今天有8個國家 確診數目超過10,000多個 泰國增加了9,700多個 死亡多了70多人 德國增加了9,000多個 死亡沒有數字報出來 伊朗多了7,000多個 死亡多了120多人 塞爾維亞多了6,700多個 死亡多了60人 比利時多了6,000多個 法國6,200多個 波蘭6,200多個 死亡多了70多人 馬來西亞多了5,800多個 死亡多了200多人 菲律賓5,700多個 死亡多了65人 荷蘭5,600多個 墨西哥多了4,600多個 死亡多了284人 等等